第二百一十八集,蓝旺鸡轻轻从魏无羡的身边起身,不敢惊动他,给他盖好了被子下了床,蓝旺鸡今天的早点去上班,蓝西辰又给他安排了两个研究生的授课名额,今天就要开始,他得先过去准备一下。 魏无羡这阵天天忙,蓝旺鸡心疼,每天早上起来都不敢弄出一点声响,怕惊醒他的好梦,这会儿,看着他的睡容,想去吻他也不敢,就怕一吻就惊醒了他。 想了想,蓝旺鸡写了一张留言条贴在床头,魏英好梦,我上班去了,起来好好吃饭,回家再许,画了个拥抱的图案。 当下时已入冬,一路上法国梧桐落叶纷飞,蓝旺鸡的车拧过长街上的落叶沙沙作响,蓝旺鸡手按着方向盘,眼望着前方,心里不由想起和魏无羡出事的种种,想起初次见面魏无羡冲口而出的一声,蓝湛,想起魏无羡带给他激动,想起魏无羡带给他的生活变化,还有无尽的喜悦和甜蜜。 没有魏无羡之前,他的工作已严谨著称,一丝不苟,但那只是惯性,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,是古锦无波,净水深流。 而有了魏无羡之后,蓝旺鸡的工作依旧是严谨,一丝不苟,但那已经是有了温度,不在课班,不在一派记人千里之外。 今天,他一早过来云生国学院上班,心里是暖的,干劲十足的,觉得他的工作特别的有意思,每一天过得是那样的充实与有意义。 认真的人是最有魅力的,让心爱的人看到自己的成绩,是最让人欣喜的。 蓝旺鸡把车开进云生不知处国学院,门卫给他开了门进去,低头跟他说,蓝院长好,您的学生在等您了。 这么早,蓝旺鸡心里一动,对于守时的人,蓝旺鸡一向很有好感,而这两个学生还提前道,那是好感倍增。 蓝旺鸡心情愉快地停好了车,就去他的办公室,就见到两个漂亮的女孩子,一等候在他的门口。 一见到他就一起弯腰行李叫了声,蓝院长,早上好,早上好,蓝旺鸡点了点头开门让他们进去。 两个同学,一个叫白素,一个叫林双,青春正好,气质非凡。 两人经过层层的考核,终于站到蓝旺鸡的面前,心头的激动无法言说。 他们发现,蓝院长果然是人间幻想,但确实直实的存在。 两位同学,以后一周一次课,我给你们一些资料你们先去准备一下。 蓝旺鸡温声地说,好的,谢谢蓝院长。 白素和林双一口同声行李致谢,对于蓝旺鸡的温柔,除了魏无羡谁都没感受过。 今天,这两个美丽的女孩子,第一次接触蓝旺鸡,居然就得到她的温柔以待,简直不地于中了大奖。 两人还想跟蓝旺鸡多交流几句,但蓝旺鸡轻轻摆了摆手说,先去准备,准时上课,只能失望地闭上了嘴。 对于女学生,蓝旺鸡有一种本能的警戒,现在身边有了个魏无羡,她更要谨小慎微。 但作为传译的师长,有教无类是原则。 蓝旺鸡交代完了事情就让两个学习回去,自己去工作。 白素却没有走的意思,她犹豫了一会儿,小心地问蓝旺鸡。 蓝院长,听说您上次演奏引来了大批白鹤。 不知道是哪首曲子,能不能交给我们?不可以。 蓝旺鸡毫无表情,也毫无商量地余地毁绝了她。 白素万分失望地弯了腰,行了个李善善和林霜退了出去。 两个女孩子不知道,她和魏无羡合奏的都是属于他们俩人自己的曲子,是不可能传给他人的。 这些曲子不属于教学的范围,也不是随便能演奏给人听的。 那天的合奏,本来就是只属于私人的情感抒发,引来白鹤,纯属意外。 蓝旺鸡看着两个女孩子的背景,轻轻叹了一口气,她如何不明白他们的心思。 只可惜,无缘的你啊,我的前世今生都属于魏无羡。 蓝旺鸡把玩起桌子上那只之前,魏无羡从法国给她带来的水晶盒,那晶莹剔透的水晶上,闪过了魏无羡的笑脸。 不觉嘴角微微一弯,窗外吹进来一阵寒风,蓝旺鸡觉得有点冷,她想该给魏英买新的冬衣了。 魏无羡的身材很高挑,蓝旺鸡总觉得她难免有点单薄,捧在手里怕湿含在嘴里怕话,舍不得她有半点的委屈,她好好保护起来。 只是,昨晚两人正吵了个莫须有的架,不知魏无羡醒来怎么样,会不会还记得昨天的嫌弃? 应该不会,她的魏英不是小气的人,她从来也不会把情绪积压在心上。 天际预报报道,苏州要下雪了。